Hello,大家好,我是彭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26题。 让我们一起来读题。 Fatima had a row of ribbon, 450厘米长的一段丝带,一卷丝带。 She used 288厘米 to wrap some puzzles. 那么好了,我们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有450厘米的, 然后呢,它用来去捆一些我们的那个小包裹, 然后它用掉了288个厘米。 那它剩下来的是多少呢? 我们一定要挖掘这些条件, 然后把它先算出来。 450减去288, 这就等于是162个厘米。 这个大家很容易就能算出来了。 然后它she then cut the remaining ribbon, 这些remaining剩下来的ribbons, 它要把它cut equally into equal pieces of 9cm each。 开始切割, 162分, 每一片是9个厘米。 最后我们一算刚刚好是18片。 最后他问的问题是, How many such pieces did she get? 那么正好就是18, 所以说我们最后答案是18。